大家好我是蒋梅 今天是11月30号 现在是早上起来8点多钟 早上起来老李做的饭 熬的粥 切的猪头肉 小米粥 因为昨天胃又不好了 小米粥完了猪头肉 咸鸭蛋 还有辣酱 炸菜也没打开 打开吗 先吃着看吧 打开一袋 打开一袋 放个盘里 放哪 放这里 放猪头肉的 行啊 放猪头肉的 早餐简简单单 是 他说的 凑合早上凑合吃一点 现在吃饭也晚了 吃完饭估计也就9点了 我们今天出去吃饭店去 像饭店吃当地的特产 开始成舟了 青肥鱼 哇 太小 大早 一人两个 我吃了小的 你可以把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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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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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们都没织桌子了 我们也不织桌子了 我们直接 拿当桌子吃了 这不是小米粥 小米粥 它加的是牛奶 放了两个大早 这楼里做的饭 来 给你筷子 主食面包哪来 主食面包好 来 这个面包贵 这个面包 这两个面包 这面包好 我买了面包 一个 一个价钱高的 一个价钱 它可以说是便宜一半的 那你尝尝这个吧 尝尝这个吧 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吃 咱先尝一尝 好吃完了咱们再买 哎呀 先摟到桌子了 摆过来 摆过来 要我摆了 给 来来来来 一样 我吃我摆过来了 给你吃一个 你挺讲究的 嗯 别看老李 老李 不气啊 事可多 事多 一会儿别人弄的 什么都不行 哎 可多可多了 哎呀 有时候弄的 哎呀 心白意乱的 这什么面包 挺好吃 牛奶 小米粥 大枣 没吃太多 我现在 总是水桶不服是怎么了 哎呀 怎么胃总那么难受 嗯 你要多喝点 走 你给你吃饭 多喝点 多喝点 我们停车地方是 二零五国道 二零五国道 就是加油站 我旁边就是水 跟前就是卫生间 特别干净 整齐 用水也特别方便 所以我就停在这儿了 我们打算这两天不走了 嗯 这里虽然凉 但是不是特别冷 就是有点凉 现在有十多度哈 嗯 有十多度吧 看你就算 不熟哈 十五度 看什么 屋里十五度 外头温度 你再凉一点 我估计也得十度 有十度吧 还得吃 尝尝这个吧 肚子肉你没吃啊 吃了 我刚才吃了一块了 嗯 这么多 嗯 更哪里好吃 这小面包 这这么贵也没觉得不好吃 实在的啊 猪头肉一看就放防止剂了 不再变味 不再坏了 啊 这里面 我是房车呢 一点也不冷 我们有个小暖风开开 特别暖和 其实那些我住的宾馆 还不如我房车暖和呢 我洗完澡洗完衣服以后 我给他说走咱们回房车住去吧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住 那节目白花了吗 我是一个 我刚才我想住的一个宾馆是标标是280 我嫌贵了 真的特贵了 280 我不就是洗个澡 啊 我们两个住店的时候考虑到什么了 我们不是考虑太贵了吗 我们不是考虑太贵了吗 穷人家的孩子 我觉得花个一百六七十块钱挺好的 我一个要280 我到这个酒店是280 我一抬头呢 对面就是一个客栈 我就顺我哪也没转 我顺便就进去了 他说是一百块钱 我说洗个澡一百块钱 我就忘了这个 我就忘了你这个屋里暖不暖和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 忘了 我进去以后洗完澡了 先把空调打开 洗完澡了 这时候才考虑到这个屋里暖和不暖和 你说我心臭 你说我心粗吗 哈哈哈 有意思哦 这才知道暖不暖和 其实无所谓 我们房车也是可以住的 不就是为了洗个澡吗 洗个澡还一百多块钱呢 对吧 我们俩洗个澡 一百多块钱是一百多块钱的东西 一百多块钱我们俩都享受搓澡了呀 这得自己做 找一个 找啥 叶宝 要吧 这有 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 是 对 有点 有点